06年C41條 藍色部分圈了是Cooking Mode S是關閉了 S是關閉了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走到這條路的時候 你發現走上路的話 你是可以不用經過任何電阻去避個5R 這個就鎖了它 鎖了它你可以怎樣做? 直接把它塗進去就可以了 所以這裡只有一個電阻是R 它就告訴你這是600W 現在Cooking Warm Mode 就是我把它開啟了 然後電流一定要經過5R和R 究竟這裡多少W呢? 我們可以用Cooking Mode 藍色開始做 我們可以逐個數 例如這個R就是6Ω 為什麼我會做6Ω這麼小呢? 原因是在於我想知道電流的電量是多少 這個電流的電量 P就是等於V2 over R 如果我VR是6Ω的話 POWER是代分600 那你求到這個V其實就是60V 旁邊都是60V 如果R是6Ω 那就是說不R就是30Ω 那我可以求這兩者的POWER 我還是用PV2 over R 這個30Ω和6Ω 因為Series的關係 將它變成一個Combine的電阻 那就是這裡有36Ω 那這60V就會給了這些36Ω 所以用PW2 over R的話 60V就會給了這裡的30Ω 雖然我不知道怎樣分 或者你也可以算它怎樣分 但是如果將它變成Combine Resistance之後的好處 就是我將60V就可以給了這些36Ω 所以我直接將V代60V的話 R代36就可以了 那答案就會是100Ω 那答案就會是A 那在這裡我想你記一下它 所有的電器產品都一定有Cooking Mode 或者是Cooking Mode 其實就只是電了多少的分別 如果在Series來說 你會見到越多電了 它反而那個POWER是越小 它越少電了 那個POWER就是越大的 如果可以的話 你記了它的話 對你考DXC來說 是有很大的幫助